信不信呢?就由你了 买期籌款就帮助我成为一个吸金磁石的秘密的修行 因为你买期的时候,别人跟你买期 那他们就会向你身上的钱袋去扔钱下去 那今集就跟大家去分享 怎样去透过买期去吸金行好运的 大家好,我是黄碧荣,Dominic 以前在社署长者生活津贴中央处理组 做了近三年的时间,现在是注册的理财顾问 买期籌款 其实买期籌款是我一个秘密的修行 我每个月都会帮一个NGO去买期 其实时间不是很多,都是两个小时 例如我又是9点半买期,到11点半 每个月一次 但是买期籌款就帮助我成为一个吸金磁石 一个秘密的修行 因为你买期的时候,别人跟你买期 那他们就会向你身上的钱袋去扔钱下去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体会 因为它究竟是扔1元,5毛钱,2元,5元,10元 还是10元的纸币,20元的纸币,50元的纸币,100元的纸币 有一次我试过有一个婆婆,应该是做清洁的 她也是推着清洁的车走过来 她是把几十元的散眼和纸币 就放进去我的币袋里面 这个是我买期以来最深刻的 因为真的完全没有想过 一个做清洁的婆婆 她是捐了她的手头上 所有的纸币和纸币 到币袋里面 其实买期给我有很多不同的反思的空间 因为我看到很多不同的人捐款的态度 例如是主动走过来 还是她自己要我叫她才去买期呢 捐款的表情 是乐意很开心很愿意的 但是你好像要求她 然后她才去捐款 另外我有时候会看到 买期的人 他们没有省钱 然后就不捐钱 不过她明明里面 人包里面都有纸币 为什么纸币就不可以捐呢 可能都是十元二十元的 其实都是给得起的 除了是买期个人 买期个人 我都觉得 都有很有趣的现象发生 我最常听到一些的义工 他们就会 先生小姐帮我买枝旗 先生小姐帮我买枝旗 为什么要帮你买枝旗呢 买期的人 不是帮自己去买枝旗的吗 还是你作为义工的时候 你买期是帮有需要的人 去筹款 是帮受惠者呢 那我就觉得很有趣的 所以有时候买期 不单止是收复 有时候我觉得是收惠 提升自己的智慧 你会反省到很多 一些你平时 没有觉察的事情 或者是道理 见得最多的 其实是一些亲子 一起去参与买期 无论是卖期那一对的家人 他们是教小朋友 叫人去买期 或者一些家长给钱 给小朋友捐款 去卖期袋里面 其实你都会得到 理财教育 怎样去跟小朋友去说呢 我觉得都可以在卖期里面 去记得到的 如果你真的想试一下卖期的话 你可以是做一件事 都可以给到你很大的冲击的 你试试叫你身边的朋友 一起参与卖期 看看有谁会来 又或者你试试在WhatsApp group里面 或者IG里面去吹鸡 看看有谁真的会 响应你的邀请在买期 如果你是有男朋友 或者是女朋友 有没有想过一起试试卖期 在你们的爱情里面 制造一段有意义的回忆呢 其实地铁、车厢和广告里面 很容易找到 有没有卖期日 可以一起卖期的 甚至你IG Hashtag follow卖期 卖期日 或者是你下载社职这个APP 或者Facebook里面 你拉一些NGO专业的时候 你都很容易去收到 卖期日的邀请 或者是他们什么时候会卖期的 那可能以前 你没有留意到 是因为你没有想过 想吸引卖期这件事 去你身边 但如果你听完这段片 你觉得卖期 其实都可以帮助你 吸引更多金 来你身边的时候 你总有一天 转弯委里面 发觉有卖期日的活动 是在等你的 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话 欢迎在留言 告诉我 但如果你听得清清楚楚 又明明白白的话 赞好留言 告诉匿荣 或者whatsapp share这条片 去你whatsapp的群组里面 告诉亲朋戚友听 功德无量 鱼耳吉祥 按钟仔 订阅Project Umbrella 一有新片 你都会立即收到通知的 如果想邀请匿荣举办 理财的讲座 都可以告诉我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 再见 再见